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阿森奈身后的爱因霍温和博德闪耀都是4分 而苏黎世则是三轮零分垫底 一场3比0 让阿森奈延续了各项赛事4连胜 目前他们在英超和欧联杯都是排名第一 新赛季前市场比赛 他们赢下了其中的9场 胜率达到惊人的90% 唯一一场败仗是在英超第六轮客场1比3不敌曼联 据了解 这是阿森奈队史第三次在前市场比赛中取得9场胜利 而在这市场比赛中 阿森奈打进了25球 场均进球2.5球 比赛回顾 第23分钟 蒂尔尼近区左侧镜射击中右立柱弹出 恩凯蒂亚跟进捕射破门 阿森奈一比0领先 第27分钟 法比奥比维埃拉右路起球传中 霍尔丁在后点一跃冲顶破门 阿森奈扩大比分至2比0 第84分钟 热苏斯在前场左路接应队友开出的边线球 突然转身溜底线突破 再用一个油炸丸子过掉斜防的球员 最后到三角回敲住攻法比奥比维埃拉推射空门得手 阿森奈锁定3比0的胜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